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翻开十线页道经 第十五页 最后一项 四摄庄严固 上勤摄化一切众生 这一条对世出世间法 都是极重要的开始 所以我们特别详细介绍 四摄就是人同人 人同一切事物交往的四个原则 在人事物之中最重要的是人同人的交往 如果将这件事情做好 这个人就是佛菩萨 人同人交往做不好 他就是凡夫 所以他里面包含了无尽的智慧 无尽的德能 这四条是布施、爱与、利行同事 前面两条已经讲过了 现在我们再讲第三条 利行 行是我们的生活行为 利是利益 从起心动念 言语做作 都要能利益社会 利益群众 利益一切众生 换句话说 凡是无利益的行为 起心动念 言语做作 菩萨绝对不做 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自他 是一 不是二 这是事实真相 这个真相 六度众生不知道 六度众生 他的概念之中 自他 是二 不是一 不是一 这叫迷失了自性 自性法界 虽然知道 这个事实真相 无亲静 无亲静 换句话说 在理论上 没有问题 他可以接受 他能相信 必须要到一真法界 这件事情 先证实 由此可知 六度凡夫迷得深 我们不能够 亲静这种境界 一定要相信 佛的言语 我们学法 第一个条件 就是对老师 佛陀是我们的老师 要有坚定的信心 绝对不可以有疑惑 我们才能得到 佛陀教会的利益 如果对老师有疑惑 我们得到的利益 就要打折扣了 看你疑念的深广 你的疑好心 好大 你是完全 没有可能得利益 你疑得比较浅 范围比较小 是你能得局部的利益 只有在师毫都没有疑惑 对佛陀的言教百分之八 依教奉行 我们才能得到 佛法圆满的利益 十善业道经 是佛法的根本 法律 是基础的教学 这部经里面 没有大小城 没有中门 教下 也没有显物 换句话说 它是共同科目 只要你学法 只要你学法 无论你修学 哪个宗派 都要从这部经典上 扎根 所以它是根本的教学 学习的基础 就是十善业道 这部经 经文不长 前面一半 世尊为我们 详细说明 修行十善的 殊姓功德利益 后面那半 开始我们 十善业 点落实 在生活 工作 处事待人 占物 修行上 由此可知 这部经 不可以不熟读 不单止要熟读 要背得好熟好熟 在六根 接触外面境界的时候 起心动念 都要想到 发对我们的教语 这才叫修行 这部经里面 讲的 就是观无量寿 佛经 正页三幅的第一条 三幅第一条是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持心不杀 修十善业 我们以前在 讲直道 讲过很多 孝趁进士 培养慈悲心 都要落实在十善业 如果没有十善业 前面三句都是空的 具足十善业 后趁进士 持心不杀 就落实 前面三句都做到了 这个是十方三誓 一切诸法 从初发心修行正果 拆那制都不可以离开 离开这部经 就离开佛法 由此可知 这部经的重要性 十善业度 落实在四摄法 利行里面 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不杀生 不杀生的意思 自忍生 绝对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 就算是蚊虫蚂蚁 我们都不可以伤害 我们当他和当人一样 他出来是找食物的 他没有死罪 我们不可以 因为讨厌他 随便杀害他 不可以 蚊虫蚂蚁 都不忍心伤害他 怎么可能 起心动念去伤害人呢 佛在经上教我们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这就是离行 由此可知 众生不欢喜的事 我们不可以做 我们如果做到 就令众生生烦恼 那就不是菩萨 就不是学佛了 同学法完全相违背了 所以思想 起心动念 绝对对大众有利 不要想到自己的利益 凡性差别 就是这一念之间 我们讲众生同法 差别就是一念之间 诸佛菩萨起心动念 是利益一切众生 各位要知道 真正利益一切众生 就是真正利益自己 如果这种事情 只利益自己 不会利益众生 你自己多想一下 绝对是伤害自己 这种情形要细心观察 才能看得到 粗心大意看不到 学佛的人心势 你看这十善业 看这十条 落在六道里头 落实在布施 落实在慈戒 落实在忍辱 落实在精进 落实在四无良心里面 落实在慈心 悲心 起心 舍心 现在说落实在四摄法里头 四摄里面的布施 爱与利行同事 你想下 这个心几世 在日常生活之中 任何一法里面 都有十善业 圆满聚足这十条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连这种概念都没有 所以叫粗心大意 十善业 十善业 法法聚足 念念聚足 点点滴滴聚足 十善业 法法聚足 我们能了解 这些事情 对佛菩萨 自自然然地 恭敬心就生起来 为什么? 确实不如 确实比不上 不杀生 利益众生 不偷渡 绝对无占一切众生 私豪着素的念头 占人着素的心就是道心 就是偷渡 和这个念头就错了 何况还有行为呢? 不邪忍 心地绝对清静 无一丝毫染着 往下是 不妄语 不两舌 于是四摄法 先真正落实 四摄法里面 每一条里头 不具足十善业 你怎摄受众生? 昨日 和各位讲四摄 头一条布施 布施的精意 精华的意趣 就是四摄谈 谈是谈那 布施 色是补片 真情心 清淨心 平等心 布施 去空法界 一切众生 我们做不做得到呢? 你能想到的 就做到 佛在本经前面 开张名义 就和我们说 一切众 从心上生 我们的心到了 我们的行自然 就到了 所以在眼前 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四摄化作圆满 离行 简单地说 念念都是利益众生 而利益众生里面 最殊性的 是正法九住 正法在哪里呢? 正法在我们自己 起心动念言语 做作 正法在这里 我们要将佛的教会 做出来 这样叫正法九住 做出来 给人看 这种是真实的利益 永恒的利益 无比的利益 诸佛如来 试验在人间 修行正果 他为什么不从事 其他行业 为什么要试验做法 容易在哪里 试验做法 就是试验正法九住 无量无边的利益 这种是根本的利益 华盐经末后的五十三叉 好像一棵大树一样 佛是这棵树的根本 五十三叉是他的枝叶花果 你看那棵树几茂盛 几好看 这是枝叶花果 你就想想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不试验各行各业 行菩萨道 他可以继承王位 以国王的身份 行菩萨道 以大臣的身份 行菩萨道 以现在是工商业界 任何行业都可以行菩萨道 他为什么要试验出家 教学呢 现在我们见到的 他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 知道这个是根 这个是本 无量无边 一切真实利益的根本 这就叫正法九住了 所以从事教学工作 教育工作 中国古人知道 各位看一下 礼记里面学记 那一篇 学记那篇 用现在的讲法 是中国古老的教学哲学 这种教育哲学 教育理念 从汉武帝建定 一直到清朝末年 两千多年都没有改变 都是依旧奉行 国家 礼 长治 久安 在这个世间 在这个世间 人不分 贫贱富贵 不分 老少 不分 行业 都接受教育 在佛法里面说 都是菩萨 学做菩萨 学做君子 学做圣 学做圣 所以教育 是利行的大根大本 根本是这样 知业亦不例外 所以 无论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现在是什么身份 从事什么行业 一定要以真诚的爱心 爱下一代 教导下一代 自为开乐 在我们这一代 经验成就的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这种是利行的 我们从这些地方 细心去思维 细心去体会 就知道 行十善道 以四涉利行 涉庄严固 能令一切众生 得真实利益 得港大的利益 这个利益 简而言之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繁荣兴兴旺 人人都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就是利行 好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